我们始终不伴高声 我们力求直播传真 海外华人直播播报一则新闻 麦当劳CEO被解职静音与员工不当性关系图文章来源 经济日报于2019年11月3日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 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海外华人直播的立场 麦当劳开除执行长伊斯特布鲁克 因为它违反公司政策与一名员工发生暧昧关系 这个全球最大餐饮连锁店也因此失去一位成功推动外送和电子订餐经营的策略家 根据周日发布的新闻稿 麦当劳董事会经过调查 周五表决通过解除伊斯特布鲁克的职务 麦当劳的政策是不容许执行长与公司任何人有深入交往的关系 伊斯特布鲁克已离婚 育有三名子女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伊斯特布鲁克周日给员工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 这是个错误 鉴于公司的价值观 我同意董事会的见解 现在是我继续前进的时候了 伊斯特布鲁克承认他与女员工保持不当关系 称之为两情相悦 伊斯特布鲁克从2015年开始执掌公司 在接管全球业务之前 他是美国事业的负责人 麦唐纳升任美国事业负责人Chris Templinstein 接任总裁暨执行长 2002年加入麦当劳的周二零二升任美国事业负责人 海外华人直播小编空评综合 加拿大警察数据分析食品餐饮行业的性骚扰是发生率高 发生的地点顾客可能想不到 根据2016年1月9日加拿大李贾纳CTV报道 国际北斗食品公司在李贾纳监狱食品公司员工就是在步入室冷藏柜中与囚犯发生性关系而被捕 萨斯卡彻温省承教局发言人德鲁威尔比说 该部门认真对待所有安全问题 并在事工部提出此事后 立即将其交给北斗食品公司 相关单位以通奸没有违反加拿大的法律为由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避重就轻 没有要求皇家骑警调查此事 但是该雇员在成教中心工作的安全许可已被撤销 食品质量遭到抗议 囚犯一直在就Campas Group提供的食物质量进行零星抗议 拒绝自主餐厅提供的托盘 尽管他们仍然可以吃自动售货机上的食物 4小时的利器 1Mac 4小时的利器 4小时的利器 2 逆 7 7 海外华人直播的固定播出时间早上七点 晚上七点半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若你喜欢我们本期视频的节目 拜托你订阅、点赞、转发或者打赏 您的支持行动和订阅是我们制作出下一期节目的动力文章来源 一、经济日报文学成于2019年11月3日 Adrigina Prison Food Company employee had sex with inmate 支持我们就请在视频右下方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 本节目由美国加州奥克兰市应计时驾赞助播出 订餐电话510-465-1888